最近有许多人问我 胡医师啊 我最近怎么搞的 老是睡不饱 是不是要吃人生货 晃起来补气呀 欢迎来回来讲了 我是你的老朋友 胡医师 春季 由于刚刚经过寒冷的季节 人体一直在 抗冷的保护模式中 血液都集中在身体的核心部位了 一旦春天开始回暖 气温回升 血液就开始流到四肢 那这个时候脑里面呢 氧气的供应稍微减少了一点 就容易引起倦怠 睡不饱 心情有点郁闷等等 终于有春困的说法 西医就称之为 春天倦怠症候群 Spring Fatigue Syndrome 一日之春在雨晨 早晨吃粥可以养生 本草纲目里头啊 有一段有关粥的形容 有一个人叫做齐和尚 齐和尚说啊 山里头的和尚 在天刚要亮的时候 吃一碗粥 有个好的开始 一天下来啊 身体就不会觉得 五脏六腑是造渴的 为什么呢 因为粥最能够畅胃气 就是顺畅的胃气啊 畅胃气 生精液 每天吃粥 就是养生之道 你如果尝尝看我的节目 就会发现 很多简单的食材 就是最好的营养来源 不是要花很大的钱 很多的钱 很高贵的食物才有营养 好我们来看百合粥 百合花啊 它底下那个根 就是鳞状的根青 是一片一片的 用新鲜的百合也可以 到药房买的这个干的百合也可以啊 把这个百合拿来跟米一起煮 这就是百合粥 本草里头记载百合是干瓶的 它能够润肺凝心 可以润肺安心定神 中医所说的心呢 就是我们的精神移植 就是我们的脑 就是我们的这些 不是说只有讲心脏而已 但是呢 它也对心有心脏也有帮助 再来跟大家谈一个菠菜粥 菠菜好像北林亚菜了 那么古时候的人 其实也就写着菠林菜 菠林菜呢 能够核中润造 中就是脾胃啊 核中润造 灶就是灶气 就是肺的意思 在古时候的时候呢 有一些医生说 菠菜粥能够力大便 你看菠菜 它还饱含叶绿素 饱含纤维 而且呢 菠菜你吃到的时候 有点点润润的 滑滑的感觉 因此有人在便秘的时候呢 可以吃这个粥 菠菜里面还有铁质 能够补血 我记得以前 我跟大家谈到过一个 补血的处方 对不对 就是菠菜 深绿色的青菜啦 因为它饱含这个叶绿素 叶绿素 它其实就是 做血红素的 一模一样的材料 只不过是里头 有一两个原子 不同而已 当然补血的作用 就非常大了 对不对 这个做法呢 就是叫燕麦 把它煮成粥 然后里头啊 加了这个牛肉 蛋啊等等 这样调味就可以了 再来看一个 一人粥 假如粥里头 加一点一人去煮的话呢 那么这个一人 它是去湿力妙 所以呢 它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不只是去湿而已啊 一人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让身体里头 比较硬的东西 被清洗 所以呢 我常常欠人吃四神汤 那么里头呢 多加一人可以消除身上的 例如尿酸等等 那么这样子的话 痛风之类的这种毛病 就可以减少到最少 好 以上这些粥呢 因为你吃了以后啊 像是力大便的也有了 帮助精神变好的也有了 然后呢 去掉不好的东西的粥也有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看精神变得越来越好 这样子就解决了春困 是不是 我有个粉丝啊 分享他每天啊 提早十分钟起床 利用刷牙洗脸的时间 煮个粥 滚几分钟 就放到焖烧罐里面 焖烧罐 像我这里摆了一个焖烧罐啊 这个粥呢 就放到这个焖烧罐里头 然后呢 盖起来 好了 其他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就把它盖起来以后呢 就这样带着 放在皮包里面 带着 早一点出发 避开塞车 或者人潮多的时间 到公司 一到了公司之后呢 这个粥已经 大概闷好了 在公司里头 慢慢悠悠的啊 悠悠闲闲的 坐下来 享受 这一个养生粥 嘿 然后呢 还听个音乐 例如 好 这个时候马蹄声啊 就是表示说 我现在开始了 怎么样了 开始可以 可以做 做事了 发现只要提早 十分钟 世界都不一样了 心情都不一样了 蓄势待把的心情 非常有自信 吃一碗 这么好好的粥啊 身体 整个运行良好 作为全力以赴 工作的最好基础 工作有效率的结果呢 可以准时下班 全家都健康 精神好 是不是很值得呢 假如你觉得 我这一个影片 不错的话 可以把它给 分享给你的妈妈看 妈妈会很高兴的 好 来谈一个补气美颜茶 一路工作到了下午 累了 你可以稍微走动一下 泡杯茶来喝 你知道现在有许多的杯子 它的设计都挺好用的 那例如这个杯子 它怎么设计的呢 你看 它这里 打开 就是一个空 就是一个罐子 但是这底下呢 还有一个泡绿 就是有一个绿 绿茶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那你把茶放到里头 好 泡一泡 泡到了差不多的时间 可以整个的取起来 把这个茶呢 绿一绿 然后放在这边 它也不会撒到到处 那这个茶呢 就可以这样喝了 而且呢 它还可以保温 它是保温设计的 所以蛮好用的 来 我跟大家谈一个菊花蜜茶 好喝 利尿 护眼 帮助睡眠 好 并且还有护肝 让这个菊花本身呢 就是一个可以解毒的药物 它不但可以解毒 而且又利尿 还有呢 也让自己的心情变好 所以呢 睡觉会睡好 我还记得很早以前啊 有一位老医生就跟我讲 那个是我 我还是年轻的时候啊 老医生跟我讲啊 他说 就喝菊花茶 就可以一晚睡到天明啊 中间不必起床啊 我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它不是利尿的吗 是 它利尿了 但是呢 它却让你的精神 就是说 在睡觉的时候 能够非常的安静 因为它可以说是 吸收了春夏秋冬 所有的气啊 然后呢 它可以护眼 帮助睡眠好了 结果 肝也被它弄好了 那么假如说 你加一点蜜的话呢 因为蜜有甜味 又可以把这个脾胃 给好好的护住 再跟大家谈一个 叫做蜂蜜绿茶 喝绿茶啊 精神好 现在也有人说啊 绿茶可以干嘛呢 绿茶可以这个 预防癌症 有这样子说吧 那等到烧凉的时候呢 加一点蜂蜜 蜂蜜因为里面 含有一些酵素 所以尽量的 不用太热的水啊 那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呢 喝绿茶精神会好 但是呢 你烧凉的时候 才加一点蜂蜜 那么可以缓和绿茶 比较伤胃的效果 因为也有人说 喝绿茶呢 会伤胃 还有呢 有的人喝了以后 会泄肚子 所以呢 你加一点点蜂蜜 就可以和缓了 再来跟大家谈一个花茶 这个花茶呢 是玫瑰 茉莉 再加一点点苹果 又有苹果香味 这样子的一个茶 玫瑰三朵 茉莉两三公克 或者说是香片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吃的 这个香片茶啊 它里头就是用茉莉花 来这个促成它的香味的 另外再加一点点苹果 这个有香气 又能够护眼 用350cc的热水冲泡 可以来回冲它个两三次啊 玫瑰可以梳干 茉莉可以有芳香 并且提神化 灼气 并且呢 有养颜美容的效果 还适合工作量大 压力大的这些人 常常熬夜啦 脾胃细嘘啊 还有口苦啊 眼睛干啊 胸闷啊 容易发怒的人啊 都适合饮用 如果放假的时候 带一杯这样子回去 妈妈和婆婆喝 那这样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是不是 春天要注重不伤肝 你知道吗 在古诗的《皇帝内经》里头就讲 他说不要伤到肝气 春季不要伤到肝 夏季不要伤到心 秋季不要伤到肺 冬季不要伤到肾 就讲不要伤什么东西 而没有说 你要补肝要怎么样 没有 所谓的养肝的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不伤肝 那么春天要注重不伤肝 传统中医呢 他说春天正是养肝的好季节 有一个养肝的凉方 这个凉方呢 我怎么分析它都是致脾胃的 但是呢 却很多人在实际临床上 发现到它可以养肝 而且呢 对于很多的B型肝炎的患者 他说都很好 我记得在三十多年前 我刚刚当中医师的时候 很多人拿这个处方呢 就到药房来抓药 那么这个方呢 现在被人称之为宽心瘾 党身白足黄旗 一个两钱 茯苓干草 霍香女真子 一个一钱 就把这个药呢 就稍微洗净一下子 然后用1000cc的水啊 来煮滚 然后呢 转小火 然后再继续煮个五分钟 十分钟就可以了 那这个方子啊 它是补气的 补脾气的一个处方 每天喝这样子一壶 白天饮用 那么避免晚上饮用而睡不好 对不对 宽心瘾它可以改善肝的功能 国内啊 就是我们台湾 大概有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 说是有 B型肝炎的代源 对不对 长期积累的话呢 可能会将来啊 会造成所谓的肝硬化啦 肝癌啊等等 那么如果每天都喝一点点宽心瘾 当然正在感冒的时候 不要吃啊 如果每天把这个宽心瘾拿来喝的话呢 就可以预防将来的病的变得不好 新陈代谢顺畅了 人就会清爽 人生病啊 多半都是体内废物堆积太多 尤其是春天呢 一定要把身上的不好的东西去掉 去于身心 古兽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春季是什么季节呢 叫做发尘 尘就是旧的东西 是不好的东西 发呢就是生发的东西啊 能够生发而把不好的去掉 或者我们用现代的这个中医语言来讲 去于生心 就是把不好的东西排掉 好的东西才能够生出来 这样子呢 新陈代谢一旦顺畅 人就会健康清爽 不会一直想睡觉 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按 脚上有个穴道叫做树骨穴 树骨穴是膀胱筋的穴道 在小指头的肌骨后方 在肌骨正后方 黑白肉间的那一个穴叫树骨穴 那你可以在这个树骨穴 在这个地方按它也按 差不多左右脚各按个两三分钟 然后呢在永泉穴 也就是在肾经的永泉穴 在脚底下 脚底下大概从上到下呢 三分之一的位置 在这个人质的这个孔当中 这个穴就叫做永泉穴 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敲它个两三分钟 这样子对小便都很有帮助 一个是肾 一个是膀胱 那大便要让它顺畅 你可以用什么呢 苹果呀 木瓜呀 奇异果啦 还有枣汁啊 还有呢前面讲的菠菜粥 能使大便通畅 或者呢你也可以按一按核骨穴啦 或者按一按这个孔椎穴啊之类的 让这个大便能够畅顺 看看我们今天已经把一整天 符合养生的过程都谈完了 其实都很简单 每天这样简单的生活 每天健健康康 开心的 有活力的 真好味 对不对 你就不会一直喊 我怎么睡都睡不饱了吧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的节目吗 如果喜欢 请记得按订阅 并且加上小铃铛 另外我的脸书 胡乃文开讲 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 推荐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